主料,红茶一包,全汁淡奶50毫升,黑咖啡一袋,方糖两块,开水350毫升,辅量,冰块四块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红茶放入杯中,倒入250毫升开水,淋起茶包上下晃豆约20次,在茶水浓郁后,将茶包淋出不要,倒入全汁淡奶,用筷子或搅拌放搅匀, 黑咖啡倒入另一个杯中,放入方糖,冲入剩余的100毫升开水,搅拌着糖完全融化,将咖啡倒入奶茶中搅匀,自然冷却后放入冰块即可,烹饪技巧 一,喜欢喝更加浓郁的口味,可以适当的加大红茶,咖啡和全汁淡奶的浓度,二做这个奶茶,用全汁淡奶比较好,口感香浓细滑,如果用牛奶代替, 咖啡的话,会很稀,缺少那种爽滑的口感,最主要的是香味严重不足,三,如果用三合一咖啡的话,味道可能没有黑咖啡浓,建议使用两袋冲泡,但要减少一块汪糖的用量四,罐头包装的淡奶,打开后放入干净的密封和货瓶子里冷藏保存,不要敞开口,直接放入冰箱, 否则很容易长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